第五百三十三集 我们两个负责镇守在这里 预防意外 其实根本动不了什么手脚 也只能看着而已 身穿暗淡金色寨衣的男子杨轩说道 我是被发配了 晶蓝开口 长发飘起 一身青铜寨衣十分古朴 俯视着下方的地球 虽说 他们也是只是借助冲动而来 可是能独自上路 远距离而行 来到宇宙的一角地带 也算是非常惊人 这个星球还真是古怪 对了 你族也有后辈进入下方那颗 曾经排名第十一的星体寻造化吗 晶蓝撇了他一眼 你有一个圣女族妹在下方吧 杨轩闻言 脸色顿时僵住 他的年龄比那位圣女族妹的族妇年龄都要大 这个辈分让他脸色目燃 好半天才说到 他走的是雁道山姓路 随后 他们分别取出遗物 身穿青铜寨衣的男子晶蓝 取出一颗银色的眼球 如同雨时般 这是昔年一位千里眼大城的前线作画后所留的神物 说是千里眼 其实能够看到的景物何止千里万里那么简单 能洞穿虚妄 绝是朝凡 杨轩也取出遗物 竟是一只金色的耳朵 光泽盈盈 这是昔日顺风尔大城的金身罗汉所留 就这么一瞬间 他们动车万物 一只眼球 还有一只耳朵 开始发挥作用 刹那节 他们看到海王星 火星方向 那里有很多战戒 在寻找着什么 甚至 能以金色耳朵 接受一些古怪的波段 机械族很了不得 这是在寻找捷径 想要整体破入地球吗 听闻导致机械族起源的某一株无上古树 有部分残根在这颗星球上 机械族 据悉是某株神秘古树的花粉 洒落在金属上导致通灵 演化出该族 最终迅猛进化 发展出灿烂的文明 不光是机械族 还有其他圣灵跟他们合作 依然联手 想解析地球场域 寻找漏洞 不得不说 银色的眼球 还有金色的耳朵 作为古代大能千里眼 与顺风耳的道果结晶体 实在是恐怖 那么遥远的距离 都能洞彻一些事 随后 他们转移注意力 催动银色眼球 与金色耳朵真正开始关注地球 搜罗各种有用信息 不具备威胁 没有杀伤力 这两种道果结晶体 散发微弱的涟漪 并未被地球上的沙发场域所阻挡 有意思 这些土著中 倒也出了个人物 你听到了吗 顺风耳传来的进化者 各种杂乱的声音中提及一个人 灭掉一部皇朝人马 身穿青铜战衣的金兰点头 的确出乎预料 我一千里也寻觅 看一看能否找到这个特殊的人物 过了很长时间 金兰很意外 露出压色 巧了 看到一个人练有金菩提呼吸法的前两层 进攻时所凝集的能量体 也是金菩提形状 这或许是你族的战兵 应该是你那位圣女族妹的手下 提及他那个族美 杨轩的脸色又略微僵硬 从进化的角度来看 他虽然还很年轻 但是怎么也比那个族美都大多了 甚至比他祖父都大几岁 这种辈分太糟糕了 哦 慧逆族呼吸法的人很倒霉 貌似在被一个土著暴打 快来看 身穿青铜战衣的金兰 不怀好意的说道 杨轩凝视 并且催动金色的耳朵 集中向那个方位 毫无疑问 动用这两种道果结晶体 对自身的实力有很高的要求 因为接收到的杂音等太多 需要排除 实力不够强的话 自身精神说不定都会被冲击的崩溃 哪怕如此 他也只选择进化者的声音 普通生物的音波都被排斥在接受范围之外 同时 他还注意锁定特殊区域 针对单独目标 这就胜利多了 竟然 绿越带幸灾乐祸之色 有意思 那个施暴的人名叫楚风 似乎就是此前灭掉老山星路的土著 现在对上你们这一族的人 起初 杨轩还只是面无表情 但马上脸色就不是那么好看了 听到下方那个土著 与那个会金菩提呼吸法的人对话 现当山星路来的圣女 你大爷的 居然是这种话 杨轩脸色微黑 他那圣女足美的大爷 不就是他杨轩的爷爷吗 那个土著连带着他们这一脉 也给骂了 金兰带着笑 在外太空看热闹 杨轩黑着脸 那个挨打的人 应该是我足妹的手下 地面上 杨林感觉很冤 他也只是稍微强硬了一点 请这个土著去雁党山 去见他们的圣女 结果就直接被报答 起因真不怪他 谁叫那个土著提及圣女那种生物 这种口吻太过的不够友好 要知道 圣女身后的道童恐怖无边 有血气的鼎盛圣人 从漫长岁月前 一直活到现在 这样进化道童的圣女 怎能不被尊敬呢 所以杨林语气严厉 为这个土著纠正错误 结果他倒了八辈子血没了 凭他枷锁时段的实力 竟打不过这个凶残的土著 自身被暴躁不说还被奚落 看你一身疙瘩 背后还生着银色肉赤 肯定是银是夜叉族的吧 楚风边打边问 杨林奋力反击 哪怕被打得很惨 依旧在吞吐金菩提呼吸法 身外到处都是金菩提能量体 跟他对抗 我是夜叉族的 他大方承认 你真是该打 看我不揍死你 楚风说道 这个人语气不好也就罢了 居然还要带他去见夜叉族的圣女 他虽然有过豪言壮语 要狩猎神女天女等 可如果是一只母夜叉的话 那还是赶紧跑路吧 惹不起啊 凭什么 我是夜叉族的 就该打 因为你太可恶 让我去见母夜叉 楚风也大怒 他对相关的神话传说 有些认同 亲身经历过一些事后 总是觉得有些道理 面对母夜叉这种生物 还是有多远跑多远吧 外太空 杨轩面旁略微抽搐 脸色越发的黑了 他们这一族血统高贵 什么时候成为夜叉族了 地面上 杨林听闻后感觉冤到极点 愤懑无比 圣女跟我不是一个种族 我只是她的追随者 她的地位与身份超然的 无法想象 她来自圣族 可腐含星海 不是一只木叶叉呀 早说啊 我一直想收敛那个 不 结交玉外圣女天女呢 并且 她还补充问了一句 你们圣女所在的种族 是人形的吗 外太空 身穿古朴 青铜甲胄的金兰 笑了起来 回头看向杨轩 这个土著有点意思 看样子是想烈焰 盯上你妹妹了 杨轩黑着脸 俯视下方 先是骂我祖父 又质疑我们的种族 现在还敢亵渎我的圣女族妹 这个卑鄙无耻 下流的土著 等我将林打不死他 金兰畅快大笑 地面上 杨林感觉忒憋屈了 也无比别扭 这个小子问的是什么话呀 还在谈论什么人形 这还用问吗 他没好气的回应 我们的圣女 凤化绝代 光芒照耀整片星空 数不尽的英杰 尽折耀 他带着晒衣来到这颗星球 不想与你等冲突 所以想请你这样的人 过去面谈 还不错 你们圣女 在哪呢 燕荡山找 燕荡山 楚风吃了已经 这可是 三山五月中的三山之一 太有名气了 这座山 杜伟硬着的星路 绝不简单 他警醒 直到这时 楚风的心思 才沉淀下来 在此之前 他的心 犹若悬在了虚空中 四纳无根扶平 黄牛 大黑牛 还有林诺依等人 相继离开 此生 可能再也见不到 生离死别 让他的心情 非常的糟糕 所以 这一路上 他任凭心意形势 看到这群外星生物 就是不爽 一路走 一路暴走 楚风没去燕荡山 他可不想找不自在 这个所谓的追随者 都是枷锁时段的高手 那个圣女 肯定深不可测 最起码 他现在还不敢走出 折叠空间 已经说明问题 进化层次肯定非常高 楚风决定去进化 赶紧的提升自己 开启各座名山道场 临走前 楚风又踹了杨林一脚 别挡路 下次我去见他 今天没空 杨林火冒三丈 但是真打不过这个楚魔王 而且冷静后 从心底里 他居然还有点感激 因为早已听闻过 落在这魔王手里的人 一般都会被打死 然后吃掉 无比凶残 今天 他觉得庆幸 细细想来 还应该感谢 这土著魔王的不杀之恩 外太空 竟然是乐不可知 而杨宣泽恼怒 脸子难看 地面上那个小子 还真是嚣张 如果能够降丽下去 他真的想亲手教训 那个叫楚风的家伙 最后他没忍住 催动那颗银色的眼球 将一身能量 全部注入进去 顿时让他射出一道 刺目的光束 灌冲向地面 你疯了 惊蓝惊叫 无妨 我只是让他显化异响 没有催动神术 地面 楚风吓了一大跳 天穷上莫名落下一道荧光 在附近绽放 很醒目 也很神圣 无比惊人 这明显是冲他来的 险些批中他 好像没什么威能 可是还是吓了他一跳 楚风不满 冲着天穷比划手指 你妹啊 语外 京兰先是发呆 耳吼哈哈大笑 杨轩 则面皮抽搐 心中默默地说道 妹妹啊 早点从眼道山出来 帮我灭了他 刷的 他又一次 催动银色眼球 落下一道光束 吓唬楚风 没完没了了 哪来的光啊 是想吓唬我 还是想勾搭我 楚风惊疑不定 有点心虚 最后竖起手指 勾搭你妹 这一刻 京兰实话 杨轩 差点黑话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